作为英国王室的核心成员 威廉王子经常和媒体打交道 维护好自身的形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的脸上一直带着标志性的微笑 且从来都是非常稳重的 然而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曾经做过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都说为母则强 为父则刚 威廉王子自从有了三个孩子以后 就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 相信任何父亲都见不得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 身为王子的他也是一样 2021年 威廉王子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附近的乡村别墅度假 当时凯特王妃 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 正和他在一起 五个人正骑着单车 在乡间的小路上四处闲逛 突然有一名狗仔出现了 威廉王子看到他以后 顿时怒火中烧 在一条时长为三分钟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穿着羽绒服 戴着粗泥帽和绿色手套的他 跑到了狗仔面前 生气地对他说道 你是来这里跟踪我们的 这名狗仔在威廉王子的面前辩解到 他没有这个想法 没看清对面的人是威廉一家 见到对方不愿意承认 把三个孩子给支走之后 凯特王妃也走了过来 也和狗仔说了几句话 显然 凯特王妃也相信 这名狗仔一点也不无辜 他对他说 我都看到 你到我们家附近转有一圈 此时 护子心切的威廉王子 更加生气地说道 你怎么敢接近我的孩子 你怎么敢这样做 你就是来跟踪我们的 你在跟踪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我是在一个周六 和孩子们骑单车在外游玩 你都不愿意出示你的个人信息 后来 威廉变得越来越生气 开始对这名狗仔发飙了 你真是胆大包天 太让人感到恶心了 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谢谢你破坏了我们美好的一天 不久后 威廉王子打了一通电话 给他的保镖 告知了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 后面 这名狗仔应该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 上面的狗仔 上周把这段他们当天的聊天 发到了网上 可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真是非常罕见的一幕 一向斯文的威廉王子 为了家人硬气了一回 之前他其实也这么做过一次 记得那还在2012年 凯特王妃在晒日光玉的时候 脱掉了上衣 没想到被附近的一名狗仔 给偷拍了 这些照片被法国 克罗斯报纸给刊登了出来 威廉非常生气 不久后发表了一份声明 谴责狗仔侵犯了她的隐私 还提到了已故的母亲戴安娜王妃 在法国被媒体跟踪的事情 戴安娜王妃之前也经常被媒体跟踪 她的身边有时候会出现30多个狗仔 追着她满街跑 把她给吓哭 威廉小的时候无法帮助母亲 长大后却为她谴责了狗仔 声称母亲虽然是威尔士王妃 可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狗仔挡着她的路把她给弄哭 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威廉虽然是王室成员 但她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时刻把三个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不得不说 她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父亲 96岁的英女王最近状态变得越来越好 继几天前重新回到她心爱的马背上之后 当地时间6月27日 老太太又和查尔斯王子安妮公主 小儿子爱德华王子和小儿媳妇索菲 威瑟克斯伯爵夫人一起乘机前往苏格兰 出席和里路德州活动 也被称为王室州活动的相关活动 一到达爱丁堡 女王就在小儿子威塞克斯伯爵 和小儿媳妇索菲的陪同下 参加了在和里路德宫 及女王在苏格兰的官方居所的前院 举行的著名的传统的钥匙交接仪式 按照传统 该市市长会象征性地 把该城市的钥匙交给女王 然后女王再按照传统 将该钥匙交还给爱丁堡的民选官员保管 老太太身穿了一件淡紫色的单排扣直筒大衣 搭配黑色平底鞋 头上戴了一顶与大衣同色系的宽颜花式礼帽 跨着她标志性的黑色手提包 看上去清新又大方 精神抖擞 神采飞扬 为了给这身素牙的礼服做点缀 女王佩戴了贯常佩戴的珍珠耳环和三弦珍珠项链 同时 老太太还佩戴了一枚苏格兰皇家军团胸针 老太太一生都非常的精致 注意细节 作为苏格兰皇家军团的上校 女王专门为这次的钥匙仪式 佩戴了皇家军团的徽章 真是优雅又用心 过去九个多月的时间里 女王一直深受行动不便的困扰 为此取消过多次的大型王室公开活动 两周前在温莎的伯克郡赛马场 举行的皇家赛马会 是女王一生中最喜爱的王室年度活动之一 然而在赛马参赛者和全球的王室粉丝的热切盼望下 持续五天的活动 老太太出乎人们意料地缺席了 据悉 这是女王登基七十年来 第一次缺席皇家赛马会 这在很多人看来太不寻常了 因此老太太的健康问题 再一次引发了她的国民的担心 不过老太太就是这么喜欢出人意料 在英国网友的心为其健康起起伏伏之际 女王的身体健康却显而易见地好转了很多 上周老人家不仅连续两天扔掉手中的拐杖 在温莎城堡举行了两次热情的接待仪式 还再次骑上了她心爱的马 上周四 女王在时隔九个月之后 终于又能骑着她心爱的马 在温莎城堡慢慢地溜弯了 女王的一位助手说 在这九个月里 尽管她一直很想念过去骑在马背上的感觉 但女王不得不乘坐着专门为其定制的高尔夫球车 在温莎城堡的四方院里散步 遛她的科基 今天她终于又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 真是太棒了 我们为她的健康担心了那么久之后 她能再次骑上马背 这很明显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能在96岁的时候做到这一点 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后 老太太又明确表示 要和家人一起赴苏格兰参加本周的王室周活动 然而彼时没有人能确定老太太的实际身体状况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她的助手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 即如果哪天有重大的活动的话 那么一定要依据女王当日的身体状况 在活动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才能决定其是否出席 周一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早晨 消息人士才证实了 女王将会与索菲和爱德华王子 一起出席今天的钥匙交接仪式 老人家脸上挂着标志性的喜气洋洋的笑容 看上去真是很有感染力 讲真 这位96岁的老太太真是让人佩服 老太太一生奉行的信条就是 只有被看见才能被记住 天气一好 老太太就又待不住了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爱凑热闹的老人家是一定要出去凑凑热闹的 今天陪同女王一起出席 钥匙交接仪式的小儿媳索菲 身穿了一件绿色的大衣裙 搭配棕色尖头高跟鞋 佩戴了一顶戴装饰的宽颜礼帽 夜窝处夹着一枚棕色的手包 一如既往的优雅时尚平易近人 爱德华王子身穿深蓝色西装 搭配红色印花领带 看上去也是温文尔雅 容光焕发 未来几天 女王是否会像以往一样 在河里路德宫待上一周 并按照传统出席王室活动 还要看老太太的实际身体状况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老太太是一定会出来凑热闹的 接下来的几天 查尔斯王子安妮公主和爱德华王子夫妇 将会代表女王出席一系列的年度王室活动 周二 安妮公主会代表女王出席一个授训仪式 周三 查尔斯王子将会代表老太太 出席在河里路德宫举办的年度花园派对 表彰那些对苏格兰社区 做出杰出贡献的社区工作人员 查尔斯王子安妮公主